哈囉大家好 這集呢要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想要成為Podcaster呢 你會需要什麼樣的設備 如果你想要成為Podcaster 你可能要想一下 你想要成為一個人的Podcaster 還是雙人組合的Podcaster 那如果你想說我一個人錄製Podcast就好 但是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的節目是以長期的規劃形態來看的話 你是不是之後會有訪談的需求 你會需要一組設備 來完成你接下來的節目型態的規劃 首先呢你會需要一台電腦 接著你會需要一台錄音介面 然後你會需要兩支麥克風 兩支耳機 一台耳機分配器 然後最後呢你還會需要麥克風的腳架 因為麥克風它沒辦法單純的 浮在空中 你會需要一支腳架去支撐它 好的接下來我們就詳細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你會需要我剛剛講的以上那些設備 首先電腦很重要 為什麼需要一台電腦 因為你們錄製講話的聲音呢 全部都會進到電腦裡面 然後透過編曲軟體來做聲音的後製跟剪輯 接下來你會需要一台錄音介面 基本上現在的錄音介面都會支援兩軌的輸入 你可以自己一個人用 插一軌 當你接下來有訪談對象的時候 插第二軌 就沒問題了 甚至你今天是雙人的Podcaster 那也沒問題 如果今天你可能是雙人的Podcaster 可是你會有新的受訪者 變成三人到四人的話 那你就要去找一台支援四軌的錄音介面 但基本上其實兩軌就算蠻夠用的 然後接下來呢 你會需要一台 耳機分配器 為什麼需要它呢 因為基本上 現在的錄音介面都會支援 一個耳機的輸入孔 所以你會需要透過這個耳機輸入孔 牽一條線 牽到這台耳機分配器上面 接下來他就會有四個孔 可以分別輸入到四個不同的耳機上面 大家看得到嗎 甚至呢 你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 譬如說我第一個主持人 我可能 耳朵不太好 所以我調大一點 接下來這個受訪者可能 他不喜歡聲音這麼大 所以他小聲一點點 所以他可以依照不同的使用者的角度 去調他的音量大小 好接下來呢 你會需要兩支耳機 剛剛講過 一支是你 一支給受訪者 你會需要兩支麥克風 那最後一部 剛剛最後一個提到的是 麥克風的架子 那原則上現在還有在做一種叫做 站在桌子上的麥克風夾 然後基本上 他的高度都不是很高 那有的 你可以把它拉到很高 但其實我們的 電容式麥克風 基本上 都很重 所以很重的狀況下 你拉得越高 支撐性會越短 所以他就會倒下來 OK好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個 重點 如果你希望你在錄製 Podcast聲音要好一點的話 建議選用電容式麥克風 基本上都長這樣 但是如果你選到的是 動圈式麥克風 就是手握式的 就是大家最常看到的 演唱會 歌手在用的 唱歌那種 弄到動圈式麥克風 動圈式麥克風 比較適合拿來做 外場使用 那如果你在一個 安靜的環境 你的房間啊 甚至如果你有租動圈 專門在錄製 Podcast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 你用電容式麥克風 因為它收音最敏銳 可以把很多 細枝末節的聲音 全部收錄進去 然後聲音也會變 比較立體 比較好聽這樣子 所以你會需要麥克風架 去架住 你的麥克風 然後他直接可以調整高度 如果你做得比較高 做得比較低 就直接調高度就好了 所以其實是很方便的 OK 好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有這些設備之後 你應該怎麼去使用它 怎麼去簽這些線 因為很多人其實還是會問我說 這個線應該怎麼簽 這個線應該怎麼簽 哇你現在有兩組 要怎麼簽這個線 很複雜 沒關係 不要緊張 我們來介紹一下 首先電腦 就先放著先別理它 好 最重要的是這一個錄音介面 現在的你的所有的聲音 你所有的設備 全部都要接到他身上 你的錄音介面呢 首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錄音介面都會附一個 USB線 你就只需要把你的線 插好就好 接下來呢 你就只需要把它插到你電腦裡面就可以了 好如果你是Apple的電腦的話 你就會需要一條兩接線 插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亮 有沒有 亮綠燈 基本上所有的錄音介面的 接口大部分都是長這樣 好那 這個是插第一支麥克風 好假設第一支呢 是 你自己在用 那你自己就要記好 這一支 是 它在用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很多 做外場的PA大哥或者是錄音師他們都會在這一個 這個叫 去貼名字 說這條線是什麼線 那第二條線呢 插第二個 基本上你也不會插錯 因為它也沒有任何其他孔讓你插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個要怎麼接到這個 以前你應該知道什麼叫3.5mm的耳機線 插很多現在很多手機還是可以用 或者是有些音響都可以插上去可以用 應該是鎖筆電腦其實都可以插上去可以用 但是 音質要讓它好一點點 我們就要把它轉成6.3mm 這就是6.3 我們的 耳機輸出孔 這個就會需要6.3mm 然後呢 我們耳機分配器呢 這個input 也會需要6.3mm OK 所以呢 你會需要一條兩端 都是6.3mm的線 但是這個有一個小小的重點 這個叫單身腦 怎麼看它是單身道還是雙身道 裡面是一條黑色的 叫單身道 裡面有兩條黑色呢 叫雙身道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用雙身道 所以呢 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呢 我就是把這個頭 插在上面 然後呢 我就把這一個 耳機分配器 這個輸入來源 給它插上去 接下來呢 我的耳機 像這種耳機呢 叫監聽耳機 監聽耳機跟一般 消費型耳機有點不太一樣 監聽耳機能聽得到的細節會比較多 也就是說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可能 太多的 唇齒音 你聽起來會有點尖銳 好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我現在講話不要講 或是你在後製 在修你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邊我的頻率 好像不太對 你知道嗎 那監聽耳機就會聽得一清二楚 好 那監聽耳機呢 通常就像我剛剛 給大家看 它支援3.5mm 但是它也會附一個 6.3mm的轉接頭給你 一個人會有一組 麥克風跟耳機 所以你要知道說 譬如說我這支2的話 我是對著 剛剛我們說這個是受訪者 好 那所以這一支耳機 我們就給受訪者 那我們現在就插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嘗一下 那現在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說現在 我要開始錄音了 我的麥克風都插進去了 那 怎麼開始使用 很簡單 錄音界面都會有一個 48V的控制旋鈕 你只要把它按下去 基本上 就開始作業 為什麼 電容式麥克風呢 都會需要一個48V幻象電源來啟動它 那48V怎麼來 錄音界面 會提供48V幻象電源給它 那48V給它按下去 好有的時候按的 有的時候調的 OK好 那按下去你看它 變亮之後呢 基本上現在就開始 工作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要控制說 我到底講話進去的音量 應該要設定多少 如果你轉的太大 那我的音量就會爆掉 那就會變得不太好聽 那如果你太小聲 基本上你在後製的時候 又很麻煩 因為老實說 我們在錄製 Podcast的時候 你也不太可能去包一個 很專業的錄音室 如果你講話很小聲 然後你在後製的時候 把整體推大聲 那你講話聲 雖然變大聲 可是你的底噪聲那個 也會變得很大聲 原則上來說的話 通常通常 就是我們先設定在12點 12點的位置 好 就是把這一個 設定在12點 這是第一軌 所以這邊有控制 第一軌輸入的音量 OK 這是第二軌 所以這一顆呢 是控制這一個的音量 然後再開始去做細調 你自己先知道說 你自己是主持人 我固定就是用第一軌 然後我大概音量可能就是 11點鐘的位置 也許就夠了 男生的聲音可能 9點鐘位置就夠了 女生的聲音可能會到 1點鐘、2點鐘的方向 但也有可能會太大聲 因為 他可以就是講 就是錄製一些 大家會聊天的片段 這樣才會有趣 但是 你可能前面講話 受訪的時候是 比較安靜、穩重的 但有些會 哈哈哈哈 就很大聲 所以這時候可能聲音就會爆掉 好 那爆掉會長怎樣呢? 基本上現在有很多錄音機 都會支援說 爆掉的時候 他會提示你 好 你看我們現在講話的時候 其實他害你在收音了 他就會亮一個綠色的燈 我現在把聲音轉大一點點 然後我稍微講話大聲一點 HELLO 變紅色的 HELLO 變紅色的 好 因為我轉太大了 然後我就 哈哈 笑這麼大聲 你看馬上變紅色 我已經離麥克風很遠了 而且他還是背對著我這樣子 好 所以盡量不要轉太大聲 因為轉這麼大聲 破掉了那個聲音 對你、對我、對大家 對聽眾都不是一個 都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 就是調你耳機的音量 耳機的音量有個做法 我的建議啦 你可以先調到12點鐘 這個是直接接到耳機分配器上的 所以這時候 你可以依照不同的使用者習慣 再去細調說 誰要大聲一點 誰要小聲一點點 但是你這個還有 所以呢 還有一個空間可以去做調整 也許我已經轉到最大聲了 可是你覺得音量還是不夠大 那你就從這個 錄音界面去做調整 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我們用電容式麥克風 用我們自家品牌 PR9流麥克風錄製下來的 過程 跟直接用相機收音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開始吧 哈囉 你好 我們來進行我們的 OU Podcast 第一集 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的設備的狀況 就是 我是主持人 然後我用這支麥克風 他是我們的受訪者 他叫Summer 你好 大家好 然後他用的是這支麥克風 好那你會發現 基本上我們都會有需要一個這個 放噴罩 因為我們靠近我們的麥克風很近 所以你會講一些噴的字眼 噴啊 嗤啊 這種會噴口水的字眼 口水可能會進去 但是你的氣體也會進去 如果你沒有這個防噴罩的話 他就會直接噴到你的麥克風裡面 然後聲音就會變得不好聽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行一段 簡短的一個小型的採訪 好那簡單來講一下 因為最近我們在做這個 Who's next 就是說我們每週都會做一個cover的主題 然後會找不同的人來做演唱 然後不同的編曲者 那現在在我身旁這位的Summer呢 OK 他就是我們的Who's next 他可以擔任編曲師 也是一個整體的這個攝影 跟這個腳本的規劃這樣 我們來聽他講講一下 他最近做這些的心路歷程 OK 沒有反正我就是比較偏好 可能R&B或HIPHOP曲風 所以就是 對這方面的編曲比較有興趣啦 那對影像攝影方面 我會比較喜歡那種 真實幕後的感覺 因為我會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做音樂的背後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就 把人欸這首歌 就他放了很多那種 錄音的花絮進去 還蠻棒的 對就不再只是一個 一個景然後走到底這樣子 因為這也是很重要一環 因為沒有這這一環就 沒有你們現在聽的這些歌 好那關於我們最近其實還有在做一個活動 叫做事實不獲 事實不獲的話就是希望 像我們這一代的小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會發現說 其實爸爸媽媽媽或是你阿公阿嬤或是蘇阿姨 就是家裡的一些長輩他們非常的唱 好愛唱歌 跟他們出去玩去遊覽車上 都是他們的歌 就是你沒有你沒有機會唱歌啦 還有自己的歌單這樣一跳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既然他們那麼喜歡唱歌 我們就想要給他們一個舞台一個平台 讓他們 發揮 對對對發揮 然後讓年輕人可以帶著他們一起來唱歌 一起來錄歌製作一首歌 然後就算是一個禮物就不會說 欸之後你送你爸媽什麼就送他們一首歌 所以大家想像一下 你的同學你的朋友甚至你以前可能都想說 爸媽生日要到了 你可能也在煩惱著說你要送他們什麼 如果你送他吃一頓大餐 送他們出去玩 這些東西其實你都很適合在平常的時候做 而不一定要等到他生日的時候才要請他吃一頓飯 你平日就可以請他吃飯啦 平日就可以帶他出去玩 如果你在重要的節日的時候 也不一定是生日 母親節、父親節之類的 送他們一首歌的話 其實 是一件 蠻帥的事情 其實蠻流行的 大家要不要帶起這個流行 送家中的長輩一首歌 我們現在已經有接過一個 然後他也是帶他的爸爸來錄音 爸爸其實很開心欸 他來之前其實就已經 在家裡先練好幾個版本了 然後說我來的時候 他就直接跟我們說 他就說 來 我錄五次就好 你不用告訴我哪段從我錄五次 你們自己想辦法去剪就是 挑哪些好的 拔鬥在一起講 他也還蠻有概念的 還蠻厲害的 那個客戶呢 他其實也很開心 因為爸爸其實來這邊 他 他是開心的 然後他是覺得 我的歌聲是好聽的 然後進到我們的這個錄音系統 是很棒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想說 這活動有必要 要繼續往下做 除了讓我們子女都覺得開心之外 爸媽甚至家中的長輩 叔叔阿姨那些 他們也會感到開心 因為我們最後做出來 還是會有一張實體的CD 對 然後他可以分享給他的親朋好友 這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情 對啊 很有面子耶 對啊 我出唱片了 對吧 爸媽要cover別人的歌也可以 或者是他想要原創的歌曲也可以 有很多人生的故事 可以適合寫成歌這樣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簡單做一個小小的 像Podcast一樣的這個節目型態 雖然我們都不是專業的Podcast 但是就是給大家模擬一下 那個情境 那個環境 好 所以你會聽到整個採訪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人聲進到麥克風的那個聲音的感覺 然後用相機直接收現場環境聲音的感覺 再者就是說我們直接搭配音樂 他的差別在哪裡 好 以上就到這邊 但其實還是有一件事要告訴大家 其實OU真的有要出Podcast 但是不是我們 我們不是主持人 我們其實已經做了一些系列了 好 那接下來會陸續跟大家公布 如果你有在follow我們的IG 應該都會知道 我們已經開始在採訪一些不同的音樂的職人 其實還蠻有料的 好 那 敬請期待 我們真的有OU Podcast 好 拜拜 拜拜 好的最後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想要成為Podcast 或者是你最近正在尋找這樣的設備的話 OU有提供兩種不同的套裝模式 給大家參考 有所謂的單人Podcast模式 還有雙人的Podcast模式 那差別就差在於說 你要一個人錄製還是兩個人錄製 當然如果你以長期的節目型態規劃 我會比較推薦你選擇雙人的套裝模式 因為你可能自己用沒有問題 然後你要採訪別人也沒有問題 OK 當然如果你可能一個人就可以 講出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東西的話 其實你單人組其實也蠻好的 好那購買的方式呢 會出現在我們的YouTube底下的資訊欄位 登登登登登 好 所以如果你想成為Podcast 你可以購買我們的設備 好的以上呢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 如何成為Podcast 然後你會需要什麼樣的設備 OK 我們下期見 拜拜